开启档案,curve-plane.prt 点选线条以后,按住滑鼠右键选取Edit Definition,就进入了造型曲面设计的模组 选取Style底下的偏好设定Preferences 将Grid旁的勾选打勾,按OK 让基准平面显示在画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条曲线目前是落在工作平面Tub上 按编辑曲线的图示以后,选取线条 假设我们希望让这一条线落在工作平面Front上的话 我们可以选取REFS底下,点这里 将工作平面由Tub改为Front 就可以看到这一条线落到这个工作平面上了 按Undo,回到原有曲线的形式 另外我们也可以在Offset,也就是偏移这个栏位 输入距离,比如说输入100 就可以看到工作平面往上升 同时曲线也落在新的工作平面上了 按Undo的图示 按打勾,再按勾选 按下滑鼠左键 按下滑鼠左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